这丫头早不来晚不来 非得跳这种石头来 好在附近牛羊多 坐张床还是没问题的 嗯 好了 好了 嗯 好了那就上路吧 我都帮你把娘猫给剪下来了 你还对人家动手干什么 你家饿了嘛 嘿嘿 羊排到手 我跟你讲啊 照你这个节奏感还是 咱俩早晚被饿死了 能不能遵循一下可持续发展啊 你家楼下小卖药没说 把我饿傻了怎么办 傻了那就卖掉吧 说不定还能换台iPhone4呢 iPhone4 那就iPhone4s好了 我给你拼了 哎 你说小月这玩意儿 到底来干嘛呢 跟我评点食物就算了 我还得飞行照顾她 关键时刻 喊她下来挖矿吧 又不愿意下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混子 哇 矿洞 小白的声音应该是 从这儿传出来的 藏哪儿呢 哎 不好 去玩一掌从天而降 不对啊 这只小白的生体周围 怎么算发着极客的光影 可有一个承担呢 不过这怪物 好像没拔到院里边办法 在我的绝对食人院前 真的不怕 不错 还掉了一艘衰落保护附魔的鞋子 果然是精英怪 这还是我头一次 将拔刀剑的评分 打成三个S呢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啊 不过这上面还有手影 可能还藏着其他的精英怪 我得小心一点 呼叫阿姬 呼叫阿姬 阿姬准备救气 你看前方 我看背后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紧张过了 这个矿洞 似乎不简单的样子 不要慌 来吧 有多少僵尸 来多少僵尸 前方侦测到 微弱僵尸波动 你这机子有延迟吧 我都看到了 你还在那报消息 呦 脾气还挺倔 不说话了 算了算了 稍微注意一点的话 应该没问题 要是小月在边上就好了 前面有光 我去看看 哎 果然是岩浆 那边还有两只小白 还是先不给他们打 小白和岩浆的组合 还是挺恶心人的 我去这个矿洞的另一边瞧瞧 哇 这些什么啊 为什么攻击我一下 我还着火了 着火就算了 怎么还在凋零效果呢 这这精英怪也太恶心了吧 等我回点酒再说 不行了 哪来的蜘蛛丝 还把自己给绑住了 什么笨蛋精英怪啊 哎 不是 大哥 别别别 哎呦 吓死我了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能喷蜘蛛丝的僵尸 太奇葩了 哎 你们说我打不过他吗 不是 我身上不说你快没忘了 打他还会被凋零和点燃 先试试吧 这箱子太难走了吧 哎呀 终于死了 等会儿 不对 我不会被毒死了 不 不是吧 这个混合还掉了一本附魔术 我要赶紧把它拿回来 不然身上一件状态都没了 我还必须喊上小月 跟我一起回去才行 这个世界的怪物 怎么比慕斯森林的还是恐怖啊